老铁们还打算买一辆车 买一辆国产新能源车 30万到40万买什么好呢 这也是粉丝们所最关心的问题 我强烈推荐 国产的蓝图 来看一下 蓝图 你好 这是蓝图服务 来看看 来看看 听说这车配置老高了 先看一下外形 将近五米车身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比100万进口都好 到车里看 这屏幕太大了 隐藏是门把手 那是这么豪华 第一次看到实车 那是太棒了 这屏幕贯穿整个车 是得有多长个屏幕 听说这个屏幕可以上下浮动 可以 我看看没 这就下来了 能下来这么多呢 这要是运动模式跑快点 是这样的 行不行 能让它升上去 真的很有面子呀 哎呀太高低了 这个天窗这有点暗的 天窗能调吗 天幕是天窗 天幕 天幕 让它亮点 哎亮了 看到外边了 咱们这款车 零百加速是多少 4.5秒 4.5秒 那挺好的 那天窗挺大呀 咱们这个天幕是支持实际比较的 这仙境的 好像是这个波音音上的技术 是不是啊 是波音七八七悬传 也够用了 现在是三十多万是吗 三十多万 但是这底下还能放东西 那有一个橱子 让我们现在去 咱家最快的是哪一款 最快的应该是那个轿车 轿车是追光吗 对 追光 那咱俩追一条光 能不能试一下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好的 试一下 咱俩追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